大家好 说起米兰花 很多花友家顶中都养一养 它开出这个小花特别的香的 特别是晚上 不过有很多花友说 它家里养的 到现在迟迟没有长出这个小花苞 这是小花朵 所以就没有闻到那种香味 今天就针对这一点 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说的是一个光照 如果你长时间把它放到一个 没有光照太强的地方去养护的话 它也是会出现一种不生长的情况 特别是这个夏季 一定要给它一些光照 因为这种植物 大家应该知道 它是一种使光植物 不过同时也不要给它太过曝晒就可以了 中午的太阳 就要搬到室内或者是遮阴的地方 给它避一下阴是比较好的 这样让它一些散色光 让它照射就可以了 这样它就会慢慢的生长起来了 同时也别忘了给它补肥 平时我就是给它这样补肥的 就是补这些素酵负荷肥 它里面所含的蛋铃夹杨素是相当的高的 而且就是一个月左右给它用一次就可以了 就是往这个盘堵表面撒上去 像我这一盘我就是用了两次 然后它就慢慢的长出这么多的小花豹了 大家看一下 而且晚上它散发出的香味是特别的像的 像我这一盘的话 这个使用的量就是大概许多粒就可以了 不要给它太过浓 还有这个盘堵表面一定要微微湿润 这样它就慢慢融化 让它根系吸收 长出很多这个小花苞了 所以想要养出一盘米兰花的话呢 首先就是给它光照 然后给它补肥就可以了 这样它就会慢慢的长出这个小花苞 长出新的嫩芽嫩叶的了 好了 时间有限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来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呢 咱们可以相互的交流 养出更好的这个米兰花 好了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